2015年成立的玉石社区歌仔戏团 所有的成员都是社区的居民 而且多数为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因为长辈们喜欢歌仔戏 因此找来同社区的小灰龙歌剧团 团长杨秋霜来教大家唱歌仔戏 不仅让更多人认识在地戏曲 也拉近了社区居民的感情 获得大家的肯定 第一次上台演戏 我觉得好紧张好几张 所以脑筋会一片空白 因为经过很多次以后的历练 所以就会比较稳大 大家都有进步 谢谢社区谢谢老师 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大家很高兴 当作另外一种学习的不同课程 因为这个人工啊 不是我们的本业 我们这是一个兴趣而已 所以来尝试不同的课程 唱腔还有手势也是很难 我觉得有点难 如果讲议题的话 如果用背的东西 我觉得还OK 当初就是这个刚好社区里面有歌仔戏团 那它是一个传统戏曲文化 刚好这个老人家也很有兴趣 所以就想说请这个团长 说来教我们这里的老婆 他也有幸福 那时候当初是没钱了 最办法就是去找钱 然后团长也很好 他就说好啊好啊我来教 然后从104年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大部分现在都有十二十三个 然后这些居民里面 就是也有失智的老人家 然后也有七十几岁的退休的 然后也有八十几岁 这是失智老人 然后也有那个公家退休的 公有 那原本没有男性 那我们最近也有纳入男性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们的初恋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文化 把它传承下去 不然因为他老人老师 就是没有一些年轻人 可以帮他做文书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个社区的力量 跟他一起结合 然后传承下去 然后我们也有到侨观国小啊 不管国小或者医院 草疗啊我们都去表演 然后也教这个小孩子 这个歌仔戏 然后他们也都很开心 御史社区成立歌仔戏班 并且融入社区 进行环保和反暴力等宣导以外 其实更实现了许多社区妈妈的梦想 很多人从小看歌仔戏长大 可惜没机会接触 现在透过社区的课程 让他们能够站上舞台 扮演各种角色 体验歌仔戏之美 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终身 因为以前都不想 没有想到说 我会上那个舞台去表演 而且是唱歌仔戏 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歌仔戏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是50年代的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 看歌仔戏啊 没有想到说 现在退休了还可以来学歌仔戏 而且还可以表演 真的一大收获 可以学很多 而且老师教得太棒了 退休的时候 我会觉得比较多彩多姿 而且可以学习很多 可以打扮得美美的 很漂亮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觉得 这里的人很好相处 而且老师教的那个戏 觉得跟那个很传统就对了 很传统 这是我很想学的 都教人家 好的 因为 因为那个就是中校结义啊 还有学一些那个语言 语言那个有的 文言 就是文言文文这样 有的那个字不好念 老师都会教我 可以认识很多台语的那个礼语啊 对啦 而且那个唱歌 我最喜欢的 唱歌有很多的唱法 很多 有快的 有慢的 有高兴的 有悲情的 我喜欢唱悲情的 就觉得热在其中 可以疏压我们的那个心情 而且也学了不少 这个其实学这个歌仔戏 不是那么容易 我尝试以后才知道 真的不容易 什么咬字啊 还有唱腔啊 还有那个笔的指示什么 架式都很重要 老师给你的剧本 你那个表情什么 也是要融合这样 有将近四十年经验的老师 来指导歌仔戏唱腔与身段 坚持传承的精神 透过和社区的合作 加入与时事相关的议题 以多元的方式进行推广 处处用心深入浅出 希望学员们都能够满载而归 我们的班长是跟我 很多年的好朋友啊 总共是 在说还有什么社区 有什么节目 会比别人比较突出的 看有什么可以来做 我们的好朋友就说 啊 这样做歌仔戏好 不行 为了传承 而且妈妈他们的志工 他们大家都有差别 就是年轻做无事 吃劳来做 这样做他们就 虽然很多费 但是他们剧本 给他们领导 他们很认真 最后就为他们慢慢 让他们唱歌 再加上口白 慢慢开始 让他们开始这样 就做整齣 像我们一年的年度 到夕都做四十五分以上 去年那个《战士英语》 用那个张生怯啊 张生怯的故事 是一本故事书给我们 我就要编程故事 要有始有终 有开始要有结尾 要美满的结局 跟他们一样这样子 闻的舞的都有 像无独大自然就有武打 一个人出去的拿的 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要去报仇 我要去杀谁 自己一个人出去 刚才那个动作 是给他几个人出去的 如果有双打 那就是 结婚是有双打 有的总是在练舞 你跟兄弟还是姐妹 我们在练江湖 如果是敌人就是对打 我们有分啊 在这边的 像戏塔这样子 在打鼓这边的 就是赢的 在文凭就是音乐那边 是输的 如果对打对打 导演叫我说我要输 我怎么在这边 要赶快要再做过去 在科技非常进步 电脑也很前进 这下载环境 即时通的APP 就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 它的环境如何 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婚 就可以杜绝 温兴的撒手 保护主心的安全 好 赞 赞 赞 歌仔戏 神剧艺术之美 演出的内容 多为历史中校结役故事 可谓寓教于乐 社区也在各关怀照顾剧点 进行巡回演出 不管是鼓励老人家 参与照顾关怀剧点 还是做反暴力 以及环保宣道 用演的方式来和大家交流 更有效的达到 推动社区工作的效益 去年度就是会加入 我们多元就业的在地青年 就是把在地青年纳进来 然后行销我们歌仔戏 然后一起来演出这个歌仔戏 所以希望传承的这个传统的戏曲 可以传承下去 然后也把我们最近的社会议题 比如说环保环保教育 还有就是性别暴力 性贫 家庭暴力 然后也加入在我们的这个戏剧里面 然后老人家也很开心 他们也因为这样子了解这个性别暴力 还有这个环保PM2.5 然后甚至就是带着他们去南部 去台北 然后去各个乡镇 我们去巡回演出 所以他们也都很高兴 也让他们觉得说 他们说 我将来不想过 我年会多了 我还有活动串表演 还有这个舞台 他们也甚至演过老师的故事 就是因为老师他本身是公务人员的子女 然后他为了喜爱这个歌仔戏 离家出走 然后去演这个 然后后来因为不要让他爸爸抓回去 他就是自己成立这个团 然后当团长 然后才稳定下来 我也是没有接触过这个 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歌仔戏 我们已经学了好几年了 所以我们都是慢慢的由老师来指导 还有慢慢的进步 然后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所以这个歌仔戏其实也会长得难 因为他要唱 还要有手势 布华 还有调 因为我都是演男生 所以我们都是做 就是有议题方面的 跟传统的歌仔戏又类有所不同 所以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大家来玩一玩 先元唐晓芬表示 歌仔戏是许多长辈 而是共同的回忆 既亲切又具文化色彩 虽然这群参加的学员 平均的年龄都超过60岁 但是学习的热忱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我们的社区里面的这些歌仔戏团的这些成员 都是我们在地的65岁以上的这些长者 那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小灰龙 我们杨秋双团长 那以无师的奉献来教导我们这些长者 那在这边学习的过程 那这一次我们这些歌仔戏的成员 非常非常的用心以及厉害 现在不只说在我们自己的本地这边 有做一些表演之外 那其他的乡镇 陆陆续续的我们也都到各地去做一个 十三乡镇的一个表演 那我相信歌仔戏团 他本来早期我们的一些戏剧的表演 都在一些宗教结议的方面 那现在也衍生了到很多 融入我们一般的生活的一些过程 那希望说透过这些歌仔戏的一个传承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歌仔戏 他的历史以及文化 以及将来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价值 那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些长者 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表演 让我们御史社区的歌仔戏团 能够更多的一些表演 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我们 这些御史社区的歌仔戏团 把我们的歌仔戏能够再次的 传统的戏曲文化做一个发扬光大 县议员简持胜表示 社区间的情感交流 能够透过戏曲学习来增进相当的有意义 尤其戏曲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长辈不仅能够学习这样的文化 更能够让居民之间的互动变得更有意义 相当值得推广 在我们超顿点 我们的玉石里社区 我们这个社区的人非常严谨 以前这些社区的人 最爱看的是歌仔戏 歌仔戏这方面 到现在我们的电视 也比较少在演出 都要透过 这些歌仔戏班的老师 全天来跟我们这个玉石里 这些社区这些社区的人 教他如何来唱歌仔 来演歌仔戏 看来他们大家这么快乐 回忠就他们以前 看电视看歌仔戏 这快乐的时钟 这就是回味 相当的就是 他们用于发表 表表演到他们演歌仔戏 那个快乐这样出来 这是可以说 这是让我们的社区 可以在社区里面 可以还有一些 参加社区的快乐 一面 也能提供到 我们的歌仔戏文化 这样更加赞 当时你也会把你的孩子说 以前歌仔戏成的演 也会把这些孩子电 这就是社区的人 在社区快乐时 让我们歌仔戏这个文化 能够传承下去 杨秋双表示 歌仔戏是台湾原创文化 虽然时代转变 还是有很多人想看 喜欢看 一有重要的活动 就会请歌仔戏团来表演 而为了让越多人来重视 所以他愿意到社区 教大家唱 让歌仔戏永远传唱 学员在受到老师鼓励下 对学习歌仔戏 更是怀抱着努力与用心 希望能够为歌仔戏的传承 尽一份心力 因为早期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说 会有演歌仔戏这个方 这种戏技的这种表演 但是我觉得 当我接触这一行的时候 真的是 艺术是没有止尽的 而且老师在教的时候 也是要看各位学员 每一个人的接收程度 在我来说 我本身比较适合演抽奖 这个也牵涉到 说写逗唱这一方面 而且我们这一些学员的话 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角色分配的话 我们也都要有所考量 老师也会针对着这一点 然后再做考量 我们的话我觉得 就像一般的学员一样 每一个人都会想说 我们出来外面跟人家融合 然后学一点点小东西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对这种东西 只是一个想法 现在能够付出行动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 御史社区歌仔戏班 一群在地居民如何透过歌仔戏联系情感 更结合传统的元素 与新银的宣导内容 为社区的居民呈现丰富的戏曲表演 以及相关知识的宣导 也为戏曲文化做了最好的传承 民意新闻洪一轮专题采访报道